高大的机器人缓缓升空 还以为真的是钢铁人要来支援 其实这是JRC日本和人机一体 日本信号两家公司正在共同开发的巨型机器人 工人将建材小心地放置到机器人手中 慢慢升高到工人难以触及的铁路高架上进行安装 可以看到机器人本身是由工程师透过VR头盔以及手柄进行操作 可以及时看到高空的画面 更能将40公斤重的物体举到10公尺高左右 动作虽然不快但颇具灵巧性 改用巨型机器人处理铁路轨道工程维修 除了能避免工人触电和衰落受伤的风险 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今年4月以来持续进行测试 预计2024年初可以全面投入使用 而随着机器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连牙医都开始用机器人病患来实习 躺在病床上的拟针娃娃 不仅会尖叫踢腿哭闹 还会全身抽搐翻白眼 日本新创公司研发的拟针机器人病患 只需要一台平板电脑就能控制机器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反应 可以模仿小孩接受牙科治疗时的激烈反应 还能模拟严重的抽搐 心脏衰竭等紧急医疗症状 进而让医科生能累积更多的练习经验 不过拟针病患药价不非 一组价格高达19.5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570万元 目前团队还在进一步改良这款拟针机器人 盼望未来能造福更多与儿童相关行业的人士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器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